当博阿斯钦点爱将奥斯卡加盟上岗,昔日核心孔卡就知道自己离队不远了,只是他没有想到博阿斯就没给自己留任何情面,直接让自己离队走人, 以至于孔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就直言是被逼走的,客观地说孔卡在上岗队的表现真是不错,他的到来给上岗队攻防,提升了一个档次,如果不是因为伤病,孔卡可以帮助上岗队取得更好成绩,只是上岗高层必须要求球队本赛季要拿一座冠军奖杯,重伤之后付出的孔卡状态恢复怎么样就是一个巨大位之数, 所以上岗还是当机立断签下了正值当打之年的奥斯卡,奥斯卡一来孔卡就被租借离队,上赛季效力巴奖的孔卡过得并不快乐,本赛季佩雷拉执教上岗之后,就曾经给了孔卡表现机会,这是让孔卡感到非常知足的事情, 现在孔卡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东奖,无球可踢的他开始打起了网球,并且拿到一项网球赛事的冠军,作为孔卡来说应该感谢中超恒大和上岗两家俱乐部,正是这两家俱乐部,给了孔卡不菲年薪,这让他即使无球可踢,都可以悠哉地享受业余生活打网球。 用全手努力 BIB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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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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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